欢迎收看发达广场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只是有市务总监郭老师 郭老师你好 早上 见到广告方面 今天跟随外围有个高开 升263点18850点 正月期指高税9点问你一刻 18860点 升316点 见到过去周末 欧盟峰会都叫脆得成果 他们都达成了共识 今天港股一如雨期有个高开 想问一下郭老师 你觉得达成了共识之后 对环球的忧虑有多大的帮助 有否拆解到欧债方面的炸弹 还有港股你觉得应该还会跟升还是跟跌 现在看回形态 欧债那边都占不住缸 在这里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我自己觉得欧债这个弹 是不会爆的 因为实际上来说 牵涉的后遗症实在太大了 当然知道 最终你都要有机制落实了 我拿着你相关的债券 这么说 我是不是可以收回钱 我会不会担心你是违约 或者是 拿不回我的贷款 这个才是最重要 无论怎样 开不开印刷机 我觉得都是 迟早的问题 直到现在这一刻来说 市场的反应还是比较正面 最重要是一件事件 它不断地变坏 令到市场产生一个恐慌 而最坏最坏的那一刻 可能已经在 10月4号 即是9月 10月初 那个旬的时间 已经是见了 而经过一个恐慌的抛售之后 大部分的投资者 以至基金 手上拿着的股份 相对来说 都还是比较 少 基金不用说 手持现金可能的比例 去到40-50% 而投资者在这段时期 由于就外围的一些因素 是掌握不了 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一个分析 所以大家都是靠边站 可以这么说 10月份的市场升了4102点 大幅度反弹 但是 跟入市的资金 其实来说真的不是太多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为止 投资者有没有货 应该是有 可能手上有些货 也是很早前已经卖下来 既然捱过最低位 那时候都没有沽到 现在当然是持刑保态 但是手上的资金 会不会再重新部署呢 我相信 暂时来说大家会采取观望的态度 无论怎样 单单说欧债这件事 其实已经露到一点曝光出来 我相信 应该是可以慢慢断定下来 当然 经过今天 高海之后 恒债 亦是回到10、20和50天线 其实我想说 由于10天、20天和50天线 全部在18600点到18850点 这250点之间 所以 指数只要升238点已经升破了 反过来 只要跌238点又再跌穿 根本上 什么升破跌穿 根本上意义不重大 真是 不需要看得那么重 最重要是什么呢 看看今个月的波幅 因为今个月是由19242点跌到18511点 第一 731点的跌幅或者波幅 应该就不能够满足今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只要18511点是今个月的低位 其实稍后 指数 应该有机会 进一步上市 19242 如果试穿了 整个月的形态 又将会扭转成为 先低 而后高 直到现在这分钟为止 12月初的下降 上升裂口 已经是補了很多 但还有一部分 介乎在 18192点 到18511点 还是缘空 補和不補 其实意义不重大 相反来说 我自己觉得 上个月 11月10日 跌市当中 仍然有一个下降裂口 这个下降裂口的顶部 19967 底部19641 这个326点的裂口 一直在原空等補 问题是 后市 恒指能不能进一步上補这个裂口 如果真的可以上補这个裂口 整个形态 将有来进一步挑战 10月的高位和11月的高位 分别是20272点和20173点 但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说 距离 12月底 还有13个交易天 包括今天在内 传统来说 去到20号之后 聖诞节年假的气氛 越来越重 市场根本上没什么战意 大家好像是了无战意 市会比较平淡 猜球 升就升不多 跌就跌不多 换句话来说 未来这 五六个交易天 可能就比较关键 如果这五六个交易天 指数仍然穿梭在 一个责幅之内 这个月应该没有太多的敬起 当然 A股现在的势就越来越弱 今宵 刚才我曾经见了指数 闪一闪 看到2299点 其实上 跌穿了23007点 关键的支持位 会不会是 A股势弱 而令港股暂时 就算要做好 也好 步伐都会被人抽着脚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至于中央会不会在年底前 再进一条 下调的银行准备金 真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关键就是 外围方面 美股就不用说了 已经一步一步试高位 欧洲那边刚才 好像蒸蒸所说 已经是沾露曝光 但内地的股市 真的有下行的风险 经济同样如是 所以会不会是 令到中央 加快一些 刺激 甚至乎一些舒缓的 政策呢 如果每条下调 半个百分点的银行准备金 亦都意味着有四千亿 或者三千八到四千亿的资金 是会 释放出来市场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这些资金一定是通过银行 去拆借出来市场 变成了内行股 应该是可以受惠的 其实现在这个环境和气候 我自己觉得 暂时的市况 会比较受到 欧债和外围的因素所影响 至于内地的股市 很可能现在这一分钟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弱势 所以变了港股 升起上来 暂时来说 都是被人抽着后脚的 指数现在这一分钟 18,885点 第一已经是成功 回到十二十五十天线上 不过暂时来说 关键的阻力 都是在 19,242点 不能够突破的话 始终来说 升升跌跌 都是反复事 好 我说了这么久 其实看到港股 还有十三天 今年就收牢 指数方面 都问一下郭sir 会不会有什么大升大跌 又或者不如预测下年 看到很多的大行 都纷纷出了报告 就是 告诉大家 他们下年的预测是怎样的 有些分析员就说 下年可能会见 25,800 甚至是更高位 郭sir你谱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其实我到现在这一分钟为止 我都觉得 由10676点的低位 升到上去近期的高位 即是去年的高位24,988点 是牛市的一期 由去年的11月8日的高位24,988点的回落 去到今年10月4日的低位 16,170 是牛市二期的调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三期牛市仍在后面 我始终看两个因素 第一是看资金 目前资金流动性仍然很强 利息仍是低 这是有利经济和投资市场的发展 至于欧债相关的问题 令到经济放慢 这是无可厚非 问题是 欧债事件越变越差 亦迫使得欧洲国家 加快 研究一个方案 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如果你到最后 真的开印刷机 量化宽松 令市场流动性资金 将会更加更加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股市根本上就无可能下跌 我对 明年的股市的看法 我觉得 第一 今年的低位 16,170点 10月少日的低位 已经是调整的低位 现在开始的 可能是一个新的小升浪的开始 问题能不能够 进一步向上走 谢谢郭Sir 我们这一节节目时间 都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和郭Sir谈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今天召开 一年三日 看看郭Sir有什么看法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谈